火鍋是許多台灣人最愛的美食之一 但卻有一位50多歲的男子吃完之後 突然引發敗血症就醫 差點就送了小命 火鍋裡面他吃蛋的時候會沒有煮熟 他把蛋敲一下 然後放在沙發箱裡面 然後裡面要吸收 所以我們推測起來 應該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他生死沒有吸收 因為他本身也是免疫功能低下 被導致的感染 原來這位男子是慢性腎臟病患者 而且已經固定在洗腎 這類患者免疫力本來就很差 而雞蛋殼如果沒有清洗乾淨 就很容易沾染沙門氏菌 最後才引發敗血症 醫師提醒 慢性腎臟病患死亡原因第一名是心血管疾病 其次就是感染 出入公共場所建議要佩戴口罩 盡量選洗乾淨的雞蛋 同時要多洗手 避免吃生菜沙拉這類生食 萬一不小心感冒 更不要自己買腎藥來吃 因為慢性腎臟病患的免疫功能已經不正常 腎藥壓抑症狀之後 反而可能會影響醫師判斷病情 而且這類患者的病情惡化速度往往很快 建議身體不適就要趕緊就醫 才能掌握治療時機 東新聞台北報導 這我嗎 你們看的到嗎 好像都看不到對不對 你們要註冊囉 不然就看不到囉 看不到喔 想罵我也看不到囉 萬都是女嘉人 想要看嗎 想要罵我嗎 想要留言罵我嗎 想要留言罵我嗎 想要留言就看就罵我嗎 好 來註冊吧 趕快喔 半身半流就看不到 要花錢囉 這樣也不用喔 快點喔